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现在都说国民闺女国民男神的 说明这个人都是很多人喜爱的偶像 而且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喜欢 那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一款车 它可是曾经的国民轿车 在中国步入家庭轿车时代以来 夏利算得上是人们购车的首选了 在当时这辆车的售价为10万元 如果能够买到这样的一辆车 脸上都觉得很有面子 夏利算得上是人们购车的首选了 夏利最早面试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当时的10万元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能够买这辆车的人只有少数 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向往 多人都想买的第一辆车是夏利 在路上行驶的出租车 10辆车有4辆都是夏利这款车 在一些地区还更常见一点 这也使得夏利连续10多年的销量遥遥领先 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国民轿车了 但是曾经受人追捧的夏利却向现实妥协了 向外宣布了暂时停产的决定 该公司的年报数据显示 营业额逞下降趋势 而负债总额高出营业额的三倍不准 究其原因夏利这款车 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了 随着人们的消费水平的升级 替代性汽车产品不计其数了 这个曾经称霸汽车市场的国民轿车 逐渐被使成淘汰了 目前该公司正通过新的形式 改变夏利在人们心中的印象 对外称天津一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